再来说说这个多肉夏天土长的一个问题 在夏天要预防这个多肉土长的话 那你要控制自己的手少给它浇水 因为在夏天多肉是从这种休眠或者是半休眠的状态 这个时候呢最好就不要把它搬得去晒太阳 如果不晒太阳的情况下你又拼命给它浇水 它就非常容易土长 像我的质量盆就是这样 因为我的质量盆它是放在室外的 然后这几天的话又经常下雨 所以没办法给它控水 那如果像我的质量已经土长的多肉要怎么处理呢 这个时候呢就可以把这个土长的枝条给它剪下来 剪下来也不要扔掉 可以把伤口稍微晾一晾可以扦插备份 但是夏天最好就不要这样操作 因为修剪的话就会有伤口 有伤口它就很容易感染这个病菌 导致这个多肉 可以等到秋天这个天气比较凉爽的时候 再来操作就更加的保险 好了今天就分享到这里了 喜欢我的视频可以关注我